我們來介紹如何安裝Fenton S 大家所看到桌面上的這些裝置 就是我們要開始玩Game之前要準備的 包含遊戲主機 請將遊戲主機電源打開 並將遊戲片放入 接著準備一隻PS3的搖桿 那PS3的搖桿呢 請先將電源打開 Fenton S的本體 Fenton S內部的USB線 這是我在市面上買到的無線鍵盤滑鼠 剛好我的這一組是各有一個接收器 或者是可以使用一般的有線鍵盤滑鼠 安裝的步驟非常的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USB孔 這一個呢是接我們的電視遊樂器搖桿 第二個是接鍵盤 第三個是接滑鼠 我現在是有鍵盤跟滑鼠接收器各一個 所以我將鍵盤的接上鍵盤 滑鼠的接上滑鼠 如果您的無線鍵盤滑鼠組只有一個接收器 緊接在鍵盤的就可以 接著我們將遊戲搖桿的USB接上 我們再看另外一邊 這邊一樣有三個孔 這一個孔是接遊戲主機用的 這一個孔是如果您需要使用PC做一些進階設定的時候 利用這一個孔使用USB線與您的電腦連結 這一個孔是額外的電源供應 如果您的鍵盤滑鼠是屬於比較耗電的 那建議您可以使用這一個孔接額外的電源 現在的設定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再將分層S內附的USB線 接上遊戲主機的這個孔 接著將USB線另外一端插入原本您接遊戲搖桿的孔 這樣就完成了設定